哈囉大家好我是Ten的 我們今天要來玩的這款遊戲叫做春秋戰雄 那麼今天的話我們來分享一下這個T0遊戲的T0角色 以及新手以及後期的一些進階陣容組隊搭配介紹 還會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遊戲目前有的禮包碼序號 好那麼首先的話先來介紹一下這遊戲的T0角色 那這遊戲呢其實並沒有說哪一個是真正的T0 那只有一些是比較萬金有的 那目前比較萬金有的陣容的話是我們火系 那其中呢他們的T0核心角色就是我們的向龍還有我們的鳳厚 那另外一個的話水系 水系的核心比較偏向是我們的昆倫 那風系的話則是比較偏向我們的雷霆 像是我們弟的聖公子再加上龍厚組合也是相當不錯 那這遊戲的話他的技能不是各個各自獨立 他是比較偏向有這個聯繫技能 所以說組成一個良好的陣容就是相當重要 那麼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火系的組合 那麼火系組合的話就是我們的向龍 搭配我們的鳳厚 那麼向龍的主要技能的話可以看到他的武器 可以造成這個卓少的效果啊 那接下來的話可以看到他向龍的聯繫技能 他只要破甲的話就可以讓敵方這個再次補空 然後他本身的絕招的話也是有大量的全體傷害 並且可以附加他卓少的效果 那如果你想要讓各自角色的傷害最大化的話那就要盡量把這個聯繫技能 給他能夠串在一起喔 這樣的話能夠打到的傷害會是比 單純的這個普攻啊多上非常多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鳳厚 鳳厚就可以跟我們剛剛的這個向龍進行搭配 那搭配的話也是一樣可以看到他的這個聯繫技能 只要目標有卓少的話可以直接造成傷害 而且可以使目標破甲降低他們的防禦 那基本上呢這兩個組合 一個負責燒一個負責破甲 那這樣的話再滅掉敵人 就可以打到非常多的高額的傷害 那基本上呢每個系的組隊思路就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也是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遊戲的禮貌訊號 那接下來的話前期的陣容攻略的話也是可以看一下在營地的左方 這邊有一個陣容攻略 那你們可以點上方這個攻略戰 我們先不要看下方這個推薦陣容 這個講的比較就是列出來了 不能夠看到特別多的一些細節 那麼主要的話可以來到攻略戰 那這邊的話任門推薦這邊第一個 這邊就講到新手推薦的陣容 那我們新手的話前期就會送我們一個打擊 然後再搭配一下我們的龜仙老以及雞丘 這三隻的話就是主要我們的核心角 那一個的話負責強力輔助 一個強力組C 那-C的話就幫忙多添加一些傷害 那後面的話再多加一隻我們的這個治療角色 那我們整體的隊伍續航以及生存能力 提升蠻多的 那主要這個陣容搭配就是像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到後期的話也是可以點我們的攻略戰 在下方的我們進階攻略的話 這邊也是有講到這邊的一些特別組合 那如果你是想要看到個別各個系的推薦陣容的話 可以來到我們的這個豪傑 然後點開我們的圖鑑 然後假設你想要看我們昆仑的陣容搭配 他就可以點開我們這隻角色點右上角 這邊的話就可以看到他推薦一個陣容 可以看到他是搭配大紅蓮昆仑傷暴 然後以及一靈女然後再搭配另外兩隻的風屬性的角色 那基本上呢這個組隊就是相當 簡單了 只要照著這個官方推薦 應該都是比較不容易會出處 那等到比較玩了幾天的話 玩家比較摸索出一些特定的陣容的話 其實你每次可以看這個陣容攻略 上方的有個查看更多 在這邊的話可以看到 這遊戲的哪一個豪傑 是比較大家都會用的 那像是我們第一名的話就是我們的打子 接下來是白禮春 那陣容樂多的話可以看到我們目前 在這邊有不同玩法 像是探索 其實後面會開啟一些 龍魂祕境 鬥軒弓 看他們的都用哪些陣容去打 那這樣的話大概是可以抓出一些 比較常用的角色 以及一些比較常看到的陣容 好那我們接著的話來分享一下這遊戲的 禮巴馬訊號 那我們要對話的話我們就先點左上角的 人物頭像 那接著呢 再點右方的這個設置 在最右下角這邊就可以輸入我們的兌換 好那麼輸入這個 Tony888 Tony3個8 那輸入完之後我們就可以按 確認 好這邊的話就會顯示兌換成功 我們接著的話來看一下這遊戲的福利 可以來到信件這邊 那信件這邊的話有一個 按讚FB的粉專 可以拿到我們的紀念幣 那主要呢就是去參加這個類似實體抽獎活動 大概只要去稍微留言一下 然後玩一下分享一下這個遊戲的截圖 就有機會抽到這些的大獎 還是蠻不錯的 那再來的話是我們的FB的專屬福利 這邊的話可以領到300個祝文石 還加一張的豪鐵名 豪俠名鐵 然後接下來的話還有一個 事前那個 預約達成獎勵 這邊還可以領到一個 五星的昆倫角色 直接拿到這隻角色也是蠻強的 那也是我們的核心角 然後這邊的話有開局的時間抽啊 那如果你是想要刷的話也是可以來稍微刷一下 那如果他這邊已經有送一隻水器了 那你們就可以去看一下他的 就用我們剛剛看到那個招式 看一下他的推薦陣容 那盡量的可以再去抽一下其他的角色 跟他搭配在一起 就可以前期 可以蠻好的發展 在這邊推薦陣容 可以稍微去抽一下我們的這個大紅臉 大紅臉也是蠻不錯的一個水器角色 那在我們進階陣容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就直接送一個昆倫 如果你在刷手抽 抽到我們的大紅臉 就可以直接這個組了一個非常強力組合 穩定輸出啊而且絕招的話是穩定打後排 可以直接秒殺敵方的後排 讓敵方的輸出能力 大幅度的下降 那接下來的話這遊戲還有百連抽 那這遊戲的 廣告所打的百連抽呢 是在我們的福利這邊 福利這邊劇情好禮可以看到我們只要通關這些章節 他就會每個都稍微送一下我們的 豪傑名帝 那這樣打下去的話是可以差不多有個60抽 另外一個的話只是在我們的探索 探索的話這邊也是有送一些抽 這樣加價的話就是超過100多抽 然後切的話我們到打到我們的探索 20關他就直接送我們的龜仙老 30關的話就直接送我們打9 我們前期的話基本上組隊來說是不用太擔心什麼 他都把一些好用的T0角色 直接送給我們了 還是蠻佛心的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來稍微去抽一下好了 畢竟他都這個 送了我們這個10張已經有累積到30張了 那刷手抽還是蠻方便的 而且他是開局的首次10連抽直接送你這個絕對的五星 真五星 直接送我們一個雷挺 那麼雷挺的話剛剛也在進階的 陣容也是有看到他是 真五星 是一個核心角色 好那我們再抽個10次 不過接下來的話不是開局首次時間抽可能就比較容易中 真正的五星喔 好這邊就10星 這邊再來抽一下 好有中了一個五星喔 這個SSR神月 但抽獎的機率還是蠻高的 基本上蠻快就可以組到一個陣容 如果你是真的想要 我發現我們幸運值好像有點高 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超出標準差的範圍 不過呢 反正我們是抽到 證明的話是能夠抽到 至少中獎機率還是 蠻不錯的 那除了他送了這些100連抽的話在我們的 幸福活動 這邊只要每天登入 他也會再多額外送你這個五星的商業啊 然後到第七天的話直接送你這個什麼的名帖 可以直接指定陣容招募他們的豪傑 第八天的話直接送你一個五星的SSR 級別自選 還是相當不錯的 看到這邊最多可以領到15天喔 最後的話是這個五星豪傑自選 基本上要抽到自己想要的陣容還是蠻容易蠻簡單的啦 這個遊戲的福利好像 也是蠻不錯看他幸福的話 要稍微探索一下 手出一下 這個前期陣容就是打擊可以升星升到蠻高的 好吧那我們今天的這一個 春秋戰雄的需要的方法分享 以及這個遊戲的最強的TD角色推薦 以及陣容搭配推薦介紹 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